大家好,歡迎來到本期的 ESP32 教學 日前我們已經學過 GPIO 的輸出 也就是讓 ESP32 控制 LED 燈亮面 那今天,我們就來學習 GPIO 的輸入 用按鍵控制 LED 燈 我們會透過簡單的按鈕開關電路 讓大家理解按鈕的工作原理 並寫出兩種不同的控制方法 什麼是按鍵? 按鍵其實就是一種電子開關 我們今天使用的是輕觸開關 這種按鍵的特點是 按下時瞬間導通 放開時自動回彈斷開 輕觸開關有四個銀角 但實際上是兩組相通的接點 那要如何判斷按鍵的角位呢? 輕觸開關的接法通常是對角界相通 比如,按鈕按下時 A點和G點會導通 或是B點和C點 但最保險的方法 還是使用三用電錶測量 來確保界線正確 當我們設定GPIO為輸入模式時 通常會需要透過上拉電阻 或下拉電阻 來確保GPIO在外部訊號時不會浮動 避免GPIO讀取到不穩定的訊號 上下拉電阻釋放置在晶片內部 將晶片發大後 你可以看到GPIO的內部上拉電阻 會淋接到GPIO與3.3伏特 當開關未導通時 GPIO透過上拉電阻接到3.3伏 因此GPIO讀取為1高電位 當按鍵導通時 GPIO直接接地電壓降為0伏 因此GPIO讀取為0d電位 相反的 GPIO的內部下拉電阻 會淋接到GND 當開關未導通時 GPIO透過下拉電阻連接到GND 因此GPIO讀取為0d電位 當按鍵導通時 GPIO會淋接到外部電源 因此GPIO讀取為1高電位 系統會根據程式碼 來設定上下拉電阻 這次實驗我們需要準備 ESP32開發板 面包板 LED燈 按鍵 EK歐姆電阻 路綁線 這是本次實驗的電路圖 GPIO4連接到LED燈 並連接到線路電阻到GND 電源3V3伏特連接到清除開關 再連接到GPIO2 這樣當我們按下開關時 GPIO輸入角位 就會偵測到高電位 放開時則會回到低電位 請大家先把電路連接好 再進行下一步 這是設定GPIO為輸入角位的程式指令 PIN 跨弧 GPIO MOD 上下拉電阻 在GPIO的格子中 要設定你要指定的角位 在MOD中 設定你要選擇輸出還是輸入模式 在最後的格子中 要選擇上拉電阻還是下拉電阻 現在我們將使用第二隻GPIO角位 設定為輸入模式 並且設定使用下拉電阻 那我們的程式碼就要這樣子打 按鈕開關控制LED燈 方法1 這也是最基本的按鍵控制程式 我們要按住開關時讓LED燈亮 放開開關時讓LED燈滅 在ESP32的程式裡面 我們需要引入TIME跟GPIO的模組 設定按鍵為輸入模式 這裡將GPIO2設為按鈕開關的輸入 並且設定為下拉電阻 設定LED為輸出模式 在這裡將GPIO4設為LED燈的輸出 在Hire回去裡面持續讀取按鈕的狀態 並且在回去中寫下衣服的判斷是 當偵測到開關為高電位時 將LED輸出為高電位 否則 當偵測到開關為低電位時 將設定LED輸出為低電位 輪檔後按下執行 這時按下開關時 LED燈會亮起 放開開關時LED燈會馬上熄滅 這一個範例非常容易對吧 那我們馬上進入下一個範例 按鈕開關控制LED燈方法2 按下LED的亮 再按下LED的面 如果想要做出這樣的效果 就不能直接讀取開關的狀態 而是要用變數來記錄開關的變化 這樣說稍微有點複雜 我來用動畫慢慢解釋 先定義一個變數為Status等於0 當檢測到按下按鈕時 如果變數是0的話 就可以將LED燈開啟 並將變數設定成1 接著當按鈕放開時 將變數設定成0 當再次按下按鈕時 就將LED燈的狀態反轉 並再次將變數設定成1 這樣子的設計 就是只有在按下開關的瞬間 改變LED燈的狀態 這樣避免有人常按住開關時 讓LED燈不斷改變狀態的問題 接著我們可以來修改我們的程式碼 首先定義一個變數為Status等於0 將一幅後面的程式先刪掉 加上以下程式碼 如果按下開關並且變數為0時 我們將反轉LED的狀態 接著將變數設定成1 這是按下按鈕的瞬間要執行的動作 接著如果放開開關 那就把變數設定成0 這是沒有按下按鈕時要執行的動作 儲存後按下執行 這時你發現了一件怪事 在按下開關時 有時候LED燈會亮 有時候會沒有動作 這是因為開關中的機械式碳調造成的 在完美的情況下 開關按下去為on 放開時為off 開關的電位狀態應該會是一個漂亮的矩形 但是實際上我們按下開關時 內部的金屬片會有幾毫秒的抖動 導致ESP32短時間內多次偵測到按鍵輸入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微小的延遲 等到開關穩態 這樣避免ESP32偵測到彈跳中的訊號 我們只要在第一個移符判斷式下面 加入一個10毫秒的延遲即可 第一個移符是判斷開關按下的瞬間 第二個移符是判斷開關按下時 是否還保持著高點位 儲存後按下執行 這樣按下開關後 LED燈都能正常的工作了 這過程是不是很簡單啊 同學們也可以使用其他的GPIO角位 來練習看看喔 希望這次的教學有幫助到你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